书节上回接收一段雍正建侠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 云霞道长杜清风在北京教了这么一个徒弟叫吴成 是黄粱催头 家里边有的是钱 别看杜清风的能耐大 但是贪图这个徒弟家里有钱 为什么 他有他的大阴谋 日后倘若 剑山举世 那么我在北京 要安插很多人 书中代言杜清风 武术通学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是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战殿的将军 他的这个师哥 两个师哥 大师哥是咱们这套书武术第一人 二师哥就是云台剑客 雁图 雁云峰 这雁图要一露面 同志们咱们这建侠图就真正说到热闹地方高潮的地方 现在别忙 云台剑客还得等等 咱们先说这杜清风就了不得了 那么杜清风 为了剑山的事业 为了保英王 小庄改办来到京城 做这么一个戏作 没想到挑于吴城 一看吴城家里头 网友良田 四九城全有房子 就是果子是扁的糊 弄这一所房子 小起码藏两千人没问题 要说家里的钱 供着这些人吃喝穿戴 甚至于说私造军人 完全说得出来 这才甘心情愿收这么一徒弟 奈何一劫 吴城本身的资质兵不高 而且基础也不好 这一交 交了十年八年的 这武术呢 就算交出来了 不错 可是呢 真说撒手放出去 让吴城行走江湖 不成 杜清风信了话说 我这徒弟在江湖上 很有几个成的名字 那位说都谁是杜清风徒弟 八国山山主 咱前文书给您说 贺勇贺建章 那就是杜清风的徒弟 杜清风 比李坤李太极还高了一倍呢 李坤的把兄弟 那就是杜清风的徒弟 你琢磨琢磨 这要打我的腕出去 竟给我丢人现眼 那哪成啊 所以过去有能的人呢 责徒很严 不肯倾传绝技 并不是保守 所以杜清风 教了他一程能耐 叫靠山贝 这个能耐可不错 挨打的能耐 打着打着一转身 你看着辣的空子 实际后背又工作 这是日后多少成了名的建侠客 让吴城给一靠山贝 给抗出去不少 真不认这招 这后背后集能有能耐 杜清风回山 临走的时候 跟吴城这么一说 你这能耐 北京第一 这可给吴城害了 后来呢 老道呢 是哄得高兴 为什么呢 老道对这个徒弟 批的秉性 都十年了 那还不明白 这个打小黄粱翠头 而且是世袭罔替 他是娇生惯养 少爷的脾气 顽固子弟 这样的人呢 吃顺不吃枪 顺着说打到枪 你得估计他 也就说吃鹏 你这一说天家第一 他高兴 再者一说 老师也不能那么说 师父 我跟您小了几年 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 根本你这能耐就不成 如同没小 那我这十年花这么些钱 您就不亏心吗 所以老师跟徒弟 也不能这么说 还得鼓励为主吧 就这么着 杜清风 给吴城封了一个北京第一 他说完走了 那吴城尼琢磨琢磨 可就拿北京第一 来衡量自己 来要求自己 仗着这靠山贝 他这么北京一转悠 真给抗扑不少去 好多 交场子的老师傅 都让他这手能耐 给打带了 这下可了不得了 他认为这北京第一 是真的了 打这儿 逢人家 一说 谁谁谁 有本领 有能耐 准去 也不怎么打听到啊 给十逢二位了 一个叫十勇 十宇山 一个叫逢坤 逢勇志 这两位可是 见客文徒 这是三大神僧之一 一不了然僧 经历堂的高祖 也是 就因为一不了然僧 经历堂 他也有他的 大阴谋 所以潜在北京 交他们俩徒弟 那当年 顺治皇朝的时候 偷过玉玺的诺 多得能耐 这俩徒弟 武术很好的 吴成拍门找人家来了 比划比划 北京第一 黄梁吹头 我是扁着胡闹 我就吴成 十宇山 红永志 这俩一听 谁封的北京第一 哪这么一位 哎呀 真敢说 您咱们这套书里头啊 您要说 贝勒爷 天下第一侠 谁都服 为什么 日后一朝人王地主 雍正皇爷 谁敢不服 他说什么都行 唯独这些人 互相没有服的 您就拿这些 程里面的剑侠客 跟铜林 是一头的也好 对了面的也好 都拜把兄弟了 老得斗 您听的往后 互相之间 总要在这个技艺上 哎 要超越对方 要人钱显贵 奥利夺资 这练武的人 为什么 就为这个 那么要依着 十宇山 当时就跟无成动手 总统这给拦住了 哥哥 咱别紧 为什么 没法打呀 你把他打赢了 咱也不露脸 这万一咱俩要输给他呢 这么着 咱找一个有把握的 咱把他领 铜林那儿去 为什么 不服啊 这俩人也要用无成暗含的 考教考教铜林 铁三把卖牛肉 日回四辖 皆因为铜林当时 横打别俩 强出头 要给铁三把打包不平 那么当时 十逢表兄弟哥两个呢 一听是铜林 铜海川成了名的侠子 当时是化干戈为玉博 可到底这铜林怎么样啊 没见过 不知道 得碰碰 因为铜林那城名 不是在北京成的名啊 铜林是南七省成的名啊 别看铜林是北方人 又常住的北京 但是真正 阳明立万 是两次杭州类 是到云南 打铁山寺 打八字山 大破玲珑岛 是这地方成铜林成的名 你在外府成名 回北京 北京的这些个同行 也得考教考教你 就拿你的相声也是 很多人在北京成不了名 出去转一圈 行了 有话了 再回来 北京以京派自居 他说你外部这火的 你也不对 你不规矩 你是海派 外洋 羊毛 咋够铁 说下去 他就不肯认输吗 是不是 那么这二位 一交换意见 当时 从吴城一抱拳 吴迪 不是吴迪 是吴迪一 您别念练了宗 总挑走我们师兄弟的 这个关系 别车祸事 您既是北京第一 我们二位 一眼敢跟您动手 可是我们二人呀 习五年前 并不是说 练了很多年武了 对于这个北京的武术界呀 知之不是甚深 了解的呢 也不是很全面 我们听说北京有一个第一 可不是您 吴迪一听 怎么的 北京第一不是我 谁呀 呃 就是 安德文里的富贵线 有个四贝勒谱 贝勒谱上有一位教师爷 姓童 叫童林童海川 京南大县人 在南七省 北高峰上 杭州类似贺号扬名 这位人称侠侠 要说在北京四九城称第一呀 得是这位 嗯 不是您 吴迪一听就算了 啊 童林是北京第一 你们俩 认得他吗 哎 我们跟童侠子还真是有这么一面之缘 认识 行了 既是你二人不敢跟我动手 没别的 同着我 你们俩 把我领到童林那儿去 飞了火 拍门把他叫出来 我跟他比划比划 这回省事了 有一第一呀 我把这第一打败了 我就第一呀 这我就撞下了 以后我省事了 走 哥俩一听 这瞎买大晕头这是 他也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 那好吧 咱可是把丑话说头了 人这位童侠子公务很繁忙的 咱到那儿就没预约 不知凑巧不凑巧啊 人家要不在家 可就不怨我们了 可是弄着 我们把门直给您 您呢 就知道这童侠子住哪儿了 再呢 您就别找我们哥俩了 您就直接拍门找他去就完了 行你甭完了 告诉我他住哪儿就行 走 这无常还真不含糊 可是 师逢表兄弟哥俩 领着他 就奔了安静门了 安静门里头 就是现在拥和宫这儿 怎么那么巧 童海川出门送铁三把 这个铁三爷干嘛来了呢 替这个牛街清真寺 古上飞仙 丁瑞荣丁大坂送信来了 打算请童教师啊 上牛街清真寺啊 一块聊聊 盘缓盘缓 哎 互相啊 切磋切磋 印证印证 聊聊天吧就是 在一块敬服敬服 那么同林正往外送铁三 铁三 那儿走 同林这儿感慨 感慨什么呢 就说这人的境遇 似乎铁三这样的人 真得说有造谱 出进北京的时候 是那么一种情况 到现在一桌鲜亮 这不是他的造谱吗 得了这么一个好差事 两口子在北京 这就算站住脚了 为什么同林有这样的感慨 就因为同林老是 将心比心 拿自己比别人 想到铁三 再想自己 当年风雪入京师 是何等的不易 到了北京 身头在贝勒府 何等的荣耀 后来参成那么大的案 今天大案 按说就应该粉身碎骨 没想到竟然侥幸得了活命 自己时常想起来 叫如履薄冰的相似 是战战兢兢啊 他在门前卖单 这正发愣呢 哎 赶上这三位来了 石玉山 冯永志 这两个 点手高叫 说门手站的可是 童侠和爷吗 啊 哪一阵相风 把二位 吹到我这来了 哈哈 童海川 我在此九号了 您瞎 这便宜话 他也会说啊 你也是诸葛亮变的 前这五百年 后这五百年 就追母哥俩来 母哥俩同里 朋友给你引荐 引荐 哦 是是是 哪一位 这位 家住在 古罗西大街 我的是 扁的普通 黄粮 这位 无成 无敌 要论起把识来 小小 也是些许有个名号 嗯 叫 北京第一 哈哈 哈哈 同里一清一皱眉啊 北京第一 我这来头可不小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找我干嘛呀 您找我什么事 甭废话 你就是同林呐 我真不客气 啊 小可就是同林 嗯 我找他们俩去了 请说他们俩会把事 我要跟他们照料照料 哪知道二人不敢跟我动手 既然是不敢跟我动手呢 哎 我就问他们俩 为什么 他们俩说呀 我不算北京第一 你算北京第一 完了 我也听心了高兴 既是有个北京第一 我把你打他 也不就省事了吗 童小子 动手吧 说着话 拉个下门 这就要咋 童林一听 哎 且慢 且慢 童林心了话说 这哥俩可够损的 这北京第一 找你们俩打去了 给领我哥来了 我打他当得了什么呀 这成了名的英雄 我这还败回不过来呢 哎呀 我把这北京第一揍了 想起来自己 被黑影之人几次细耍 观看自己 银业练剑 自己手持利刃 围着城墙 跑四面 尚且让人家 把我给甩了 天坛之内 遭人家戏耍 大罐后肩上 拴一砖头 人家是没有心情 要我的命啊 人家要有这心 以利刃不利于我 焉有童林的命在呀 可是 自奉师命下山以来 我一直觉得 我的武术不错 看起来 相差甚远 谁又敢说 自己是第一呀 想着这不由 振振的冷笑 石玉山脚的脸上不好看了 心了个会儿 表弟冯永志这事 办在侧边 咱俩把这第一打了 就完了 非给人家 铜匣子领来 你这人铜匣子脸上 这表情 微微冷笑 识破咱们俩的艰辛了 这点脏心 让人瞧出来了 就觉得脸上发烧 扭头不敢看通的 那冯永志倒拉得下来 一看表哥这意思 再一瞅铜匣 瞎个爷 因何发笑啊 诶 我们二位实在是不敢打他 并不是说 诚心的把他领来 与你们二人拴对 铜匣一听 诶 您错理会了 我心中所想 您不知道 吴的爷 您先把您的权势给收了 打也不能这么打呀 就在长街之上打 想您跟我 说不好听的吧 咱们都是当黄钗的 吃这么一份粮 拿这么一份响 有些须都有些个名字 就在我家门口长街之上 贸然动手 这不唐突吗 让你看的 也不好瞧啊 我小名叫个侠客 哪有侠客 每天在门口跟人打架的 过了一位 你说侠客人出去 又来叫啥巴子了 打勾的 我带着徒弟出去 把人歇了 什么侠客呀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有能耐 有身份人 不动手 不打架 咱也不能这打呀 那哪打呀 打不打的一会儿再说 您既是远来 就是客 我略尽地主之仪 你 跟我回家呀 好啊 哪也不尿你呀 走 请 童林亲自指引着 把三位就让到家来了 敢 穿过头的院 到后边 练功这院 无成一条 坏了 怎么 童林 没有一帮徒弟 这后院 三河土杂地 兵器架子 列列 两旁 地上扔着 十锁 十顿的 小哥几个 穿着练功的衣裳 正练着呢 无成一看 这可坏了 感情这 童林 有帮手 拿眼一瞧 这几个年轻的 这岁数 这意思 都像练过不少年的了 这要 团伴一块打我 我可 顶不住 哎呀 贸然上人家来 中了埋伏了 可是有意见 他是 黄粱催统 经过 见过 无成可不是 没见过世面的人 一瞧 局势对自己 不劳有力的 哎 光棍出的嘴上 好马出的腿上 当时用手一指 同龄 还行同胀 这可不对 好心好意 由外面把您让着来 无非是招待招待您 吃茶谈话 怎么到选出 同谋 我不对 来了呢 靠 你 自己那么想的 你家里面有帮手 哦 你有这么一帮人 都练过 一进来 传败 把我给打了 那是我心中 不服啊 跟你说 别瞧你 人多 狐狸爷 我可也不在乎 你们要讲群欧 咱们是当时动手 先拿大话 拍悟同龄 实际拿话 局住了你 你们不能一块打我 同龄一听 哎 您 错了一会儿了 您一会儿 我们大伙一块儿 跟您动手吗 飞影 这句是我的徒弟 来来来 过来与三位见礼 大家伙一听 可来劲了 您琢磨琢磨 这小哥几个 一听说打架 跟吃了蜜蜂屎 是的 孔秀头一个就过来了 为爱与您见礼 哦 能 要由我师父动手啊 我就是专门打你师父来的 哦 没有领教 能怎么样的称呼啊 北京第一吴城 孔秀一听 哦 北京第一吴城啊 哦 巧的很 能叫北京第一 吴小小也有个外号 你叫什么呀 我叫扬州第一啊 哦 好 我先打这你师父 再打你的扬州第一 这要把全国第一都打趴下 我就全国第一了 大家伙给师逢二位见礼 逢林让徒弟 七档茶来 吴城市连连的大呼小叫 动手动手动手 您别忙 您喝口水 吴帝 您 听人家说 哎 我会练几千把式 您看我同名 是个乡下人 哎 蒙非礼爷呀 恩典 我混这么一碗饭吃 当这么一份差 可实际于武术二字上 简直说 就是不懂啊 在您的面前 烟敢谈鲁 更不敢跟您贸然动手 这样吧 您既称您是北京第一 您就是北京第一 哎 在我这呢 您吃完了茶 要愿意赏光的 您在我这吃顿晚饭 咱们在一块盘缓盘缓 然后呢 我就送您回去 咱们不动手的为事 吴城一听 硬的不行要来软的 怕了吴帝也我了 嗯 姓童大 你说这个都没用 今天你说出人谎来 咱们也得打 跟你这么说 吴帝也就为找你来打的 你通通快快 是你把我打了也成 我把你打了也行 咱们就分出谁是第一来 你说那些个干什么呢 这水咱们也喝了 万先不忙 咱们俩还是动手的为事 说着话迈步 往当院就走 童林 拿眼看十逢二位 十逢二位到现在 也是面带苦笑 咱们爷 要不您受受累吧 童林一琢磨 好吧 童林王提一战 大家伙都跟着来到院子里头 就一瞅吴城真不含糊 上手一抢 一拉架门 打 别忙别忙别忙 就 这么打吗 怎么打呀 我把你打了不就完了吗 这么打不出 这么打 这叫乱打一锅粥 胡打瞎打 打得打出个名堂 哦 什么名堂 如果说 童林我要是站不过 我不得爷爷爷 也没别的 丛林同海川 把现有的这几个徒弟 全都散了 自此江湖上呢 你就没我这么一号人物了 背着谷的笑诗仪 我也就不能 铁言带当了 背着扑个卷 回转京南霸县 同志多 我是务农为本 另外呢 既然您的文领比我高 我就要败在您的名下 败您为师 可是 万一 您要打不过我 怎么办呢 吴成把嘴一撇 那 照盘抓药 我要打不过你 我这黄粮锤头不干了 让给你 我们家是世西网替 家里面有铁卷 把这铁卷拿出来算你的了 北京四九城大的小小的这些房产地业 城外的那些个地母 我们家这些买卖 我手下的这些人都归你 就连我都归你啊 我趴店磕头拜你为师 好 何人担保 十逢二位 二位听见了吗 石玉山一看 冯勇志 你可够损的 我的表弟 这咱俩要一宝 这位童侠和爷 这哪是跟人动手比武啊 这就是谋夺人家财呀 你算把这无成彻底给坑了 冯勇志一乐 那谁让他牛来的 谁让他狂啊 非拍门找咱们官俩去 咱们官俩可有什么呀 这边是贝勒府教师爷 这边黄粮催头 这价看着多有意思呀 得嘞 我跟我表哥情愿作宝 好吧 同林同爱专办班不赖 这才搓去自己身上蓝布大褂 献出来里边土黄布的护褂 自己往这这么一站并没拉架 无成一瞧就有点愣 为什么他不认得着啊 招打脸不知 这本身就已经输了 猛然间大口一声往前这么一动声 是举拳就打 同林同爱串 立自己的双掌 接他这拳 同林一看 他这拳锋 就知道 他的本领并不出众 有点后悔 似乎这样的能耐啊 也就不用我打 让川云博育库刘尊啊 司马良下九龄啊 小孩们锻炼锻炼 增加一些实战的经验 我在旁边站着 难道说 就凭他的武学 还能把我徒弟伤了吗 自己心里边正自后悔 真没把吴成放在心上 哪知道吴成这拳 一搭同林那掌 猛然间一吊胳膊肘 一甩脸 倒把同林吓一跳 同林一看 哪有这么打的 这拳要结实了 他这一甩脸一转身 这不情等的哀咒吗 哪知道吴成这首 靠山贝是使熟了的 老道杜清风是高人哪 别的能耐都其次 唯独这首靠山贝 那是教的最慈是 这一首多少人 都败在吴成的手下 吴成是尹为绝技 这拳风一天一掉脸 一摘自己的膀子一转身 这后级呢 整对着同林前胸 咱两个人已然贴近了 猛然的密发力 躺得一